PATTA PATTA來自荷蘭的阿姆斯特丹 從一個小小的品牌球鞋店 逐漸發展為一個多元文化品牌 分別有Edison Survive 和他的好朋友Guillaume Schmidt 於2004年創立 兩人都是蘇利男人 而PATTA用蘇利男語翻譯過來 就是Sneaker的意思 PATTA開始只是一家球鞋買手店 主力人喜歡球鞋 到處收集球鞋 隨著PATTA的發展 品牌獲得越來越多的文化交流 知名度打開 開始產生自家的服飾 後來更是以PATTA的名義 跟許多商品聯名 漸漸的PATTA也就成為一個 駕馭互曉的品牌 為什麼一開始我要介紹PATTA這個牌子 因為今天的主角跟他有關係 而Nike跟他更是有非常濃厚的關係 所以就簡單介紹一下PATTA這個牌子 那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鞋子 好啦就是我手上這一雙鞋子 那說到PATTA跟Nike 其實他們已經合作滿久一段時間的了 那也出了滿多的聯名鞋款 說到這個不知道你們PATTA這個牌子 P-A-T-T-A 你們是唸PATTA還是唸PATTA 因為我也聽過蠻多人在唸PATTA的 但是我個人習慣是唸PATTA 你們是屬於哪一種唸法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講一下 那這次PATTA跟AIMAX ONE聯名 也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2009年的時候 PATTA就成立用AIMAX ONE這個鞋型 跟Nike做聯名 當時是品牌成立五週年 那PATTA跟Nike一起攜手合作 推出了五雙的AIMAX ONE 至今那五雙的價格也都破天價了 那這次的聯名我覺得算是回味當時的聯名吧 雖然我覺得這次聯名不比2009年那時候來的經典 材質配色運用上相對也比較保守一些 但整體的設計還是有質感的 首先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這個波浪的設計 這個波浪設計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因為雖然會覺得說這個設計不怎麼樣 但是把它套用在AIMAX ONE這個鞋型 我就覺得非常的耐看非常的好看 打破原有AIMAX ONE中規中矩的設計 這種波浪設計反而更加搶眼 那這個波浪的材質它其實是用上幾皮的材質 但是它帶有一點牛巴哥的味道 然後在鞋前這邊就刺繡了小小的Nike Swoosh Logo 然後再往上看一點就可以看到 大量的用上灰色的元素去設計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整雙鞋就是利用兩種顏色去做設計 一種就是這種比較特殊的藍 那另外一種就是灰色 然後灰色部分也用上了不同的材質去做拼接 除了跟藍色幾皮一樣的材質外 鞋頭這邊就用上了非常紮實的帆布 那這個帆布我覺得非常的特別 我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你看上去的話它就是會有帶那種亮亮的感覺 就是不同角度下去看的話會有亮亮的感覺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材質有一種莫名的好看 我覺得搭配在整雙AMX ONE的鞋型上面真的 哇... 很好看耶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細節就是 兩個勾勾它形成了不同顏色的對比 像鞋前這邊的刺繡勾勾它是用上灰色的設計 然後鞋身的這個15許勾勾它是用上藍色的設計 所以就形成一個顏色上對比的風格 然後鞋後跟這邊也刺繡上了Nike的logo跟Air的字樣 那鞋舌部分也是縫上了PATA的logo小標 還有AMX字樣 那這次的小標它是做縫式的 它不是中間鏤空的 那鞋舌的話就是採用奶油底的配色 替整雙鞋增添了復古的味道 然後鞋增的話也是採用奶油底的配色 然後映上了大大的PATA字樣 再來中底的部分它也是採用奶油底的配色 那這個奶油底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它其實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奶油黃 但是你在不同角度下看的話 它就會形成不同種層次的奶油黃 像我覺得現在在強光的照射下 我覺得它的奶油黃就會比較明顯 但是如果你在光線充足的地方 它的奶油黃又會變得比較不明顯 就是隱隱約約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這種奶油黃還蠻特別的 最後大底的話就是普通的AMX1大底 喔對了我忘了跟你們分享 這雙鞋它有附兩個鞋帶 一個就是鞋子本身的灰色鞋帶 那另外一個就是奶油的鞋帶 那我不知道你們鞋帶是喜歡用灰色的 還是這種奶油配色的 因為我看兩種鞋帶都有人在用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是想用奶油配色的鞋帶 但是我不知道什麼覺得灰色鞋帶 系上去整體的感覺也是挺好的 所以這部分我再考慮一下吧 再來就是我附上這個小包 那這個小包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它是什麼 就是熟練 那其實它不是每一雙這種聯名款的都有 它有分有熟練版跟美熟練版的 那基本上大家應該都是會入手有熟練版本的 雖然我不知道這個熟練 大家都有沒有拿來帶 我應該是不會拿來帶 我應該就是永遠都給它存放在鞋盒 那熟練的話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像是國旗吧還是不是國旗 反正就是一個很像國旗的標 然後中間的話是Nike的Swoosh Logo 那再來這邊就是Prata的字樣 就是小牌子 它的材質感覺普普通通 對 好那來分享一下我對這雙鞋的看法 那我相信你們應該都知道 這雙鞋的第一個配色是橘色的配色 並不是這個藍色的 那其實當初橘色的間諜照剛發出來的時候 我就對這雙鞋的鞋型跟它整體的設計給打動了 當初間諜照一出來的時候我就覺得 哇怎麼會有這種波浪的設計 搭配A-MIX ONE的鞋型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當下我也決定說 如果它有出到一雙配色我非常喜歡的 我一定會入手它 那先說我覺得橘色那雙其實也蠻好看的 我當初其實也差點入手 但是後面在我入手前一刻 這個配色的間諜照就發出來了 我就覺得 哇這個配色才是我非常想要的配色 所以我就等它抬預購的時候 我就趕快去預購 那我覺得應該比較多人會最想要問說 這雙鞋到底值不值得入手 我個人是覺得蠻值得的 因為第一個它是跟PATA聯名 它是一雙聯名鞋款 那第二個就是 這雙鞋整體的設計真的非常的好看 不論是它的材質或是它整體的設計 整體的搭配 我都覺得非常值得入手它 那再來就是價格 雖然沒有到非常的平民 但是我覺得以聯名鞋款的價位來說 這雙鞋目前的入手價格 比起那些破萬的聯名鞋款 我覺得這雙鞋 現在七千塊左右的價格 是非常好入手的 最後一點就是 搭配AMX1的鞋型 真的沒有理由不入手啊 總之我覺得這雙鞋 在所有聯名的鞋款當中 不是算非常有討熱度跟炒熱度的 但是我覺得 論2021年下半年推薦的鞋款 它絕對是榜上有名的 不管是你要入手 橘色的配色 或是這個藍色的配色 我都覺得可以 或者是你兩個配色都可以入手 總之這雙鞋 我算是真心真心的推薦 如果你們預算夠的話 真的可以入手一雙 真的是啊 你說藍色是你最愛的顏色 你說如果沒有愛那又如何 好啦那就上角給你們看一下吧 來吧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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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實穿照 你們是不是也更心癢癢了 就連我姐都說這雙鞋它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代表這雙鞋是非常符合大眾的一個胃口跟審美觀 好 那這雙鞋如果沒意外的話 應該會是我今年的最後一雙鞋 沒意外的話 然後聽好沒意外的話 因為接下來所發售的一些鞋款 我個人比較沒什麼興趣 有啦 GD聯名的那雙我覺得 我一直在考慮要不要入手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結合了正式與休閒的風格 而且那雙打破了Nike原有的設計風格 算是非常的特別 非常的獨特 那我還在考慮 我還在猶豫到底要不要入手那一雙 好那影片最後 我要稍微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有追蹤我IG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我前幾天有發一個限時動態 就是說之後可能會比較少上影片 個人有一些事情還有加上我有些計畫 所以往後的這兩三個月至三四個月之間 我可能會比較少上片 我基本上都是固定一個月四支影片 就是每個禮拜日會上片 那之後可能會變成一個月只有一到兩支影片 對 那這邊先跟你們說真的抱歉 再多多體諒一下啦 但是我的IG Instagram會繼續經營 所以喜歡我的朋友也歡迎追蹤一下我的GD聯IG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很期待 如果影片下部影片就已經在拍到 就有一個人會來 我們下部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